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 需要设计一条蛮饿满回澳大利亚老家的路线 队长 起作用了 蛮饿的身体开始暖和起来了 不止它暖和火箭 我们在这儿都快被烤熟了 它又开始呼吸了 这就是说蛮饿开始暖和起来了 但是现在还只是呼气 对 与此同时它还需要吸气 而且是吸入空气而不是水 我们还得把它弄到水面上去 要快 达西西 启动手动驾驶 这热的就像烤箱一样 医生 病人怎么样了 它看起来很好 我得靠近一点 它刚刚想咬我 别担心 皮医生 蛮饿的嘴大张大合的时候 是因为它太热了 这样可以达到散热的效果 它可能要开始折腾了 你怎么现在才说 这个怪物会搞坏我们的船的 队长 如果温饿开始折腾 说明它太热了 降低它的体温就可以让它平静下来 大西西 马上降低章鱼宝的温度 越低越好 列级执行 队长 降温计划起作用了 队长 蛮饿又开始睡觉了 海底小纵醉 是时候好好享受一下凉爽的室温了 好 好怀念海盗港湾那温暖的阳光 我们需要让章鱼宝再冷一会儿 一旦我们到达温暖海域 就可以让章鱼宝恢复正常温度 蛮饿就会自然醒来 花季 这次旅行要受点冻了 澳大利亚队长 温暖的家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